接下來跟各位介紹一下Photocab裡面P4改檔案名稱跟影像尺寸 請問一下 你相機拍下來之後預設檔名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P開頭就是 DCIM開頭 對不對 這樣有時候要找不好找但是你要一個一改又有點麻煩 所以如果你要P4改檔名用它 還蠻方便的 當然這個功能不侷限在一定是照片 你檔案也可以一般的那種文件檔案也可以 那右手邊這個是它的就是改尺寸的 我們剛剛講過大概 300萬像素大概1MB上下 500萬就是 1到2MB中間 那這個呢 尺寸 你可以從這邊我們找到我們的Photocab 右上角這個我就先關掉 直接關掉沒關係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OK 進來之後你看P4功能在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看你要改影像尺寸還是改檔案名稱 改檔案名稱很快 點到之後你只要告訴它你的檔案 在哪裡 像我這邊的話 放在這裡 好你可以看到 標準的不是這種 很難 很難去理解嘛 那你可以 把它放進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 改的話呢 預設的話是用這個 應該是用ESF字旗 就是你拍照字旗 各位知道什麼叫ESF嗎 數位相機它有的好處 既然都是數位化的 所以你拍照日期會存下來 你的什麼 拍照的那些參數 包括你的 EV值 你的 廠商 是你的 那個相機是哪一台 那現在比較新的 或者你的智慧型手機 也可以包含什麼 GPS資訊嘛 對不對 這些都算 包括你的光圈啊 快門啊 那 ESF就指那一塊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數位照片 你可以讓他回到原本 該有的 用日期當作是檔案名稱 所以你可以看看喔 當我們在這邊 做好了之後呢 右手邊 有沒有它是不是自動 讀出我拍照日期了 這樣 應該就比較清楚 本來的名稱是這個 P開頭的嘛 對不對 本來是這個P開頭的 那現在呢 他就直接抓出日期 日期裡面包括的 年月日 10分秒 所以就比較清楚喔 這一張是早上7點多拍的 好7點多 那你可以自己選 選擇他的格式 前面呢 可以自己加一個開頭 比如說假設 像我這個 是在那個 新色花海 所以 當你打完之後 右手邊 有沒有就自動 進來了 有個開頭有個結尾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用流水號 流水號他就是 看你幾位數的 然後要 遞增多少 就像這樣子 很快 如果你按下 開始改變 一下就做完了 因為改變長得很快 那 我們呢 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 就是 尺寸的部分 尺寸部分 他要做一點點時間 不過速度也不會太慢 好我把它全部選起來 進來了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原始尺寸 請問這樣是幾百萬像素的 長可以寬對不對 這樣幾百萬的 這樣號稱六百萬 對不對 你就取整住嘛 這樣 大概是六百萬像素的 所以 檔案比較大一點 那麼 像這樣子呢 你可以把它 改變 格式 你可以選擇要變或不變 沒關係 因為原本是JPG嘛 我就保留原始格式 Original就是 格式不動 格式不動 那我們來看 尺寸的改變 尺寸改變上呢 倒是有兩種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有直拍 或橫拍 所以 有時候我偷攬 我就會選擇這一種 叫做固定的寬度 固定寬度 也就是 我就自動 比如說 寬度都是最多1024 那反正直的或橫的都沒關係 就是 最大 不會超過1024 那我可不可以反問一下 請問如果你的照片是在網路上分享 應該多大比較好 這個時候pickpick有個東西可以拿來用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邊或者是像這樣 再回頭一下 好 你看網頁上 像我現在這個解析度是1024768 那 你可以拿到有一個 它有一個尺規 pickpick有一個尺規 這個 我讓它比較透明 好 其實我們一般網頁上 看到的圖片是不是差不多這麼大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最大的範圍了 就是 已經到900多嘛 那 標準的 其實比較標準的 如果我們去看 一些網頁的話 好 比如說你看我們點進來 因為一定會有一些內容 被選單 是不是佔用掉了 所以我們大致上 圖片的範圍是差不多這麼大而已 那你可以量看看喔 從這邊 尺規 從這裡到這裡 有沒有差不多600多 比較標準的 所以其實一般來講如果你要在網頁上分享 大概在800以內寬度 高度比較沒關係 寬度大概800像素以內的應該就夠了 而且這樣子的話可以把 影像變小很多 大概在100K以內 你在分享相對比較快 還有一個你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 Facebook大家都有在用對不對 請問你照片傳上去之後它會不會幫你縮小 答案是YES 因為 如果你 傳到Facebook後你的原始檔刪除了 想說我Facebook給我留底的 結果很抱歉 等你 再把照片從上面download下來的時候 他已經幫你縮小 他都有幫你做處理喔 所以你千萬不要拿Facebook當作是你被分照片的那種方法 因為他一定會把你解析度變小 變小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 所以原始檔你可以自己留著 那我們在這邊呢 你可以用 剛剛這邊有講比如說800 所以 當我這邊改變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他有沒有重新算過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知道這個其實是4比3的 有沒有800乘600 那檔案就會差很多 真的喔 你看一下喔 你看 你看我們現在600萬相處有沒有 大概 1到2M 1到3M左右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它變小 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們就按開始 我現在是沒有指定路徑啦 所以他會用預設的 會放在C槽下面 好 變完了 你看預設出去 有沒有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 檔案的路徑 我現在是用跟原來檔案一樣 所以我現在回到剛剛那個目錄下 好 你會發現有一個1 有沒有發現只變85K 哪一個比較快傳 當然是這個比較快傳遞啊 你不要忘記我們螢幕即使是 1920x1080 就是Full HD 也才200萬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你幹嘛要 傳一個600萬的上去 他根本就看不了那麼多啊 今天如果你是以網列上分享為主的 我會建議稍微把尺寸變小 那您如果要放在比如說您的那個什麼 簡報裡面啊 或是Word裡面 也一定要變小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你們家的檔案就是比別人大 到時候會變成傳遞的時候會比較麻煩 因為 附件不能夾帶嘛 超過10Mb 20Mb就不能夾帶 對不對 好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囉 所以我們剛剛大概介紹兩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P4的改檔跟P4的改變 影像的尺寸 這個部分都在右上角那裡 他有個P4功能